如果说2009年是人民币 吹响了突围战的第一声号角 那么2010年 就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还算顺利的第一步 因为这时候迎接人民币的是更为艰难的局面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2010年人民币突围战的故事 在2010年 美国上演的美式大片金融 微微机之摧毁全球经济 在一片经济废墟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全世界的人不论是正要还是平头 老百姓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国家以这一次金融危机为契机 发起了在最近几年 让美国老精神异常紧张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当然他们神经紧张 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美国自己放宽货币政策之后 在美观上 促进了我们这一战略 因为从2010年的元旦开始 直到现在 从二战后一直就属于美元 传统势力范围的东南亚 已经成为了人民币的天下 大家如果看过我们97年金融海啸 那一期视频 就会知道那一次金融海啸里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游资 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怎样的劫难 由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 都与美国实行了固定汇率 因此被美元收割的渣都不剩了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西方各国都自身难保 就更不会在乎其他国家的死活 而纷纷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 于是大量的资金冲入市场 在这样的冲击下 东南亚各国就真的是举步为先了 于是为了应对此类危机在此发生 2010年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 它立刻成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 这个由中国和东盟十国组成的国内生产总值 接近6万亿美元 贸易额达到4.5万万亿美元的自贸区 是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这个自贸区很多小伙伴 可能不太理解它的重要性 甚至由于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显山露水的 大家都没怎么在意过它 但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 这个自贸区举足轻重 在当时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 中国就强调要促进国际货币体系 多元化和理化 说人话就是中国委婉的告诉世界 我们应该摆脱美元这个吸血码黄了 而这个目标 也为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那中国想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影响力 要怎么做呢 在当时啊 全世界都还是美元的天下 只有一个地方是破局的关键 大家知道是哪吗 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没错 就是东盟 于是提倡东盟自谋区使用人民币 就成了人民币突围的吉时 同时货币互换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点 则被视为人民币走出去的开始 而下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开展 既有利于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步骤 这里大家可能不明白 这都啥是啥呀 我们说人话就是人民币在东盟的推行 加上给东盟人民配套 而使用人民币的各种设施之后 人民币突围战获得了一定的战果 那这个战果怎么体现呢 其实在当时对对东南亚的贸易伙伴来说 使用人民币已经比美元方便了 因为人民币是紧盯美元的 所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安全性 完全不逊于用美元结算 然后大家要知道东南亚的贸易商 其实大都是熟知汉语的华人华侨 这种种族天赋和优势 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 这些华人华侨可以不费周折的 通过香港进行对华投资或者回收利润 在这种贸易框架下 以人民币进行贸易和资本交易结算 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举个例子 比如当时泰国的A 公司要从中国一家企业进口一批工程机械 金额为32.6万人民币 双方商定用人民币付款 泰国这边的经理 当时就表示支持我们引用一下他的原话 他说对于东盟的贸易伙伴来说 现在使用人民币比美元方便 谈这笔生意的时候 中方企业提议 用人民币结算 我们公司很快就同意了 就让双方规避了近期美元汇率激烈波动的风险 这位经理呢 算是说出了最关键的地方了 美元汇率的波动带来的细捧性风险 这部分大家可以在人民币突围 战前四期看到详尽的内容 这里就不展开了 之后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持续升温 泰国本土银行行和外资银行纷纷介入 并大力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 在泰国的中资银行 更是将人民币业务打造成自身的特色业务 不光在泰国 在老挝缅甸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币 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认可 接受一些露天市场的交易 甚至都可以使用人民币了 不久前有个记者 在缅甸采访期间 一位低质司机半开玩笑的跟他说 在中国乘客我只收人民币 其实这一点如果有去过东盟旅游的朋友 应该有很深的感受了 在那些旅游国家里 拿人民币去换当地的货币 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出发前你带人民币现金到本地再换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由此可见 人民币在东盟地区是多么受欢迎的了 另一边作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被靠大陆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 09年7月以来 香港人民币存量就急速增加 香港各大银行纷纷抢摊 人民币市场各项人民币业务的开展 是如火如荼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 但是截止到2010年12月 香港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 约为3850亿元 同比增长400%当时的机构就预测说 未来三至四年内 人民币存款有望达到两万亿元 意思就是当前的数据还能再涨个几倍 在香港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被称为点心债券 为什么叫做点心债券 大家知道吗 香港人很喜欢喝茶 对吧 一般喝茶必然离不开什么呀 是不是离不开一些点心呢 什么凤爪呀 瞎饺啊 都是必备的东西了 把人民币计价债券 叫做点心债券的意思 就是这些债券跟喝茶的点心一样 都要成为香港人金融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东西了 见这类债券已然成了香薄膜 为了继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2010年中国颁发了不少的新政策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国家按照风险可控稳步有序的政策 在关于人民币跨境结算监管等方面开通了绿灯 让人民币国际化更为轻松便捷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6月9日和7月23日 我们分别拿下了冰岛的35亿元 和新加坡的1500亿元本币互换协议 那关于本币互换协议的详细内容呢 大家可以看上一期人民币突围战的视频来了解 而这两个国家的拿下 仿佛又是一次冲锋的号角响起啊 2010年下半年 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是捷报频传 首先是8月19日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 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交易 林吉特成为首个在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 交易的新兴市场货币 接着是11月22日 我们又开办了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交易 一个月后 俄罗斯实现了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挂牌交易 至此中俄贸易 再也不用转换成美元来结算了 然后国内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 从最开始的区区五个城市 扩大到20个省区市 同时境外也有港澳东盟地区 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从6月到11月 我们各个试点地区银行 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业务3400亿元 超过试点扩大前结算量的7倍 到了12月初 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出口企业 从365家扩大到67359家 大幅增加了180多倍 如此巨额的增量 是央行大幅度放松政策 开放人民币贸易结算门槛的结果 是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中期目标 让人民币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截至2010年末 通过上述 试点项目进行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 约为5063.4亿元 而2009年结算金额为35.8亿元 整整多出了141倍 这一部分大家如果觉得数据不好理解 那么我们说人话就是人民币在201 今年下半年 整个国际化金城是突飞猛进的 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就算远远没有达到成为世界结算货币的程度 但让全世界都知道 人民币可以做国际结算 是没啥问题的了 最起码呢 算是名声打出去了 从中国央行 与有关国家 和地区央行间的货币互换 到逐步铺开的跨境贸易结算是点 再到跨境直接投资乃至金融市场投资 真是古有秦始皇冬出今有人民币出海 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是积极稳步的推进着 此时的国际货币市场场上 也是动荡不安呢 美联储开闸放水 犯了众怒首尔峰会前夕 近20多国领导人纷纷指责美元政策不负责任 接着 美联储在2010年10月 3日重启量化宽松政策 启动6000亿美元的印钞计划 全世界都担忧美元 又耍流氓来扰乱全球经济 这也促使汇率市场这个议题 成为那一次首尔峰会上的首要议题 当时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索就放话说 近20领导人有必要在峰会上询问 美国总统奥巴马 美联储为何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举措 在首尔峰会开幕的前两天 当时的市航行长佐利克还专门写了篇文章 呼吁全世界一起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该体系呢 将包含美元欧元 日元英镑 以及卖再向国际化及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 佐利克这次高调发文 实际上就是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再次表达出了失望 也是向美国汇率政政策施压的一种姿态 之后呢 到了11月11日 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发文章承认说 美国正在奉行美元贬值的政策 由此推高了世界其他货币的汇率 因此除了美国之外的79国领导人 都对美美联储开闸放水 来推动美元贬值的行为 感到非常不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这只靠人为压低汇率来刺激出口是短式的 最终会损害各方利益 欧元集团主席荣克则表示呢 从美联储做出的决定中 我看到了更多风险 和全球经济滑术正轨的更大可能性 日本财务大臣也添加燕表示 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 并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 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毫不客气 甚至是一针尖血的指出 美元贬值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可以说啊 一时间美元在国际上饱受被全体而公知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用更缓和的方式 进行突围的可能性 一个有可能更符合多方利益的 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的机会 于是就在11月11日下午 我们的国家主席 与奥巴马在韩国首尔 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 这一次会晤是有效果的 为我 我们的人民币突围战 换来了一定的逐渐推进的空间 但总的来说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绝对不是一个风风光光 风景无限的进程 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和各种各样的危险 尽管2010年的人民币国际化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 取得了明显进步 但与美元欧元日元依旧隔着鸿沟啊 对比之下依旧是巨人与婴儿的差距 更何况在之后 伴随着美国 为了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 而逐步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象 人民币的国际化 将进入真正的显途 人民币突围战 才真正的进入了刺刀剑红的阶段 而这一切的故事 就留待我们在往后的视频里 为大家讲解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人民币突围战的视频 请关注我们 观看往后的故事 欢迎你观看下个节目 点赞和关注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欣赏